喂 我衣服换好了 你到哪儿了 刚才遇到交通事故了 堵了会儿车 估计还需要半个小时吧 那你开车慢点啊 我等你 好 老板呢 谁老板 踹 不好意思啊 两位 那个老板不在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我跟你说得到吗 老板呢 别别别 来 行 干什么 别生的你了 我说话话话的好象 是干吗有过油漆啊 过油漆 过油漆还是惊了呢 我女婆穿你们家衣服 全身过敏 现在已经住院了 李敏 对 我也过敏了 你看 昨晚我穿你们清承的裙子 变什么样了 你看这儿 这儿 看这儿 这儿 这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 我 我们店也是 你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要不咱们进去 最近把话好好说行吗 你为什么要进去说呀 在这儿说 给大家看看呀 我穿你们青城的裙子 变成这样 我要全界都知道 怎么办 让大家平定理 你看这过敏哪 都看看啊 你看我新闻做不成这样 就穿他们的衣服 想不想照亮你 这就是黑金店 赚黑金钱 你别让你店倒地 什么黑金店 我告诉你 你别胡说八道 你要在乎这八道 我放心了 你放火 你放火 干吗 你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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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火 你放火 放火 大人 我是先用这个吸肤水 帮你打底 之后上妆呢 会特别容易 再用这个小兰和水CC 做轻轻地按压 最后再涂上我们这个 水密码口红 可以试一下 这颜色好好看啊 哇 这颜色好好看啊 您看 皮肤水润 超有气色的 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谢谢 喂 姚姨 倩倩 你快回来吗 她出事了 要我说呀 那得拍套军装的婚纱长那才帅 听林浅的呗 先生您好 你好 我是林浅的未婚夫 我们在这儿约好了去拍婚纱 哦 丽先生是吗 林女士刚才好像店里有急事 她穿着婚纱就出去了 东西还拉在这儿呢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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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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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别打了 别打了 干什么呀 住手 别打了 陈姐姐滚了 没事吧 她没有油漆破责布店 车又砸责布店 她打我 你们要干什么 就是她 她就是店长 你来得正好 我老婆穿你们生成的衣服 现在严重过敏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现在什么都干回来 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 你现在 有什么证据证明 她是穿我们店的衣服过敏 我现在穿的也是我们店的婚纱 我怎么就没事 凡是要讲究证据 就别再狡辩了 行吗 我老婆就是穿你们衣服才过敏的 你自己看看 现在狡辩的是谁啊 如果衣服有问题 我们愿意承担责任 但是你们现在 砸我们的店 打我的朋友 谁来盼上这个损失 你们再这么闹事 我正要报警了 你干吗 废什么 直接把我们店砸了 快干什么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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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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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吗 那两个人还报警 你竟然有点过敏的 不会生的 你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有事 快来着 现在是法治社会 在什么事里没有查清楚之前 你们这样无作非为 就是违法行为 没事吧 没事 这四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波的 你看 给咱们店铺了油漆 这小蓝口又说 穿了咱们店的衣服过敏 害他们今天 没办法举行婚礼 首先 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新娘的话 应该第一时间 带她去医院打脱敏针 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其次 你们在哪家酒店举办婚礼 今天所有的费用 我来承担 我是文达的总裁栗志诚 今天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查清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还清城一个清白 我都会认识 带她们去打脱敏针 好 走吧 走吧 我们也进去 走 雅医 你先去洗一下 你干吗要赔她们钱啊 你干吗要赔她们钱啊 我感觉那几个人 就是来闹事的 她们越是要闹事 我们就越不能让她们得逞 而且今天围观群众这么多呢 万一让她们落下话柄怎么办 而且我一定要查清楚 她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结婚 也要查清楚 背后主谋是谁 你别担心了 我会解决这件事情了 不要让这件事情 影响我们的心情 你今天穿婚纱的样子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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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你今天穿婚纱的样子真美 你今天穿婚纱的年 你今天穿婚纱的新年 你今天穿截党的年 你今天穿婚纱的年 будут arrangements 你今天穿婚纱的年 你今天穿婚纱的年 我的年纱的年 那天也穿婚纱的年 我像这么一个年 你今天穿婚纱的年 你你肿穿婚纱的年 这些平台变变 对你唯一不变 这是你哥挑结婚戒指的品牌 我看一下 我们家的款式 都是国际大师设计的 你是气质那么好 因人选择适合您的 请问今天想当你当面的颜色 你把练的歌都关过 好的 稍等 都挺好看的 可以试一下 你眼光真好 选到的款式 都是我们国际大师设计的新款 发现七彩仓的爱系列 钻石的工艺是万花筒切工方式 在亮度跟国财上都非常闪耀 而且每一枚钻石都是独一无二的 代表着一生一世的承诺 这寓意挺好的 是哪个呢 两个都要了 好的 不不不不 没事 干什么呀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现在在创业赚钱不容易 而且前两天一名部的人跟我说 我们后面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呢 谢谢 后面融资的事情交给我们吧 好 来 喂 在干嘛呢 出来办事 别忘了 那你怎么又去我们新宝瑞的门店啊 你去那儿 提我可以免单啊 本小姐像是那种喜欢随便占别人便宜的人吗 好 那你好好逛吧 好 唉 记得 中午一起吃饭 知道啦 乖了啊 拜拜 赶紧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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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特别像她 我看着特别像她